台積文在這幾年開始受到主意 特別是今年出版的台積辦的 小王主也會去正人討論 做到鄧靖南和出版社的編集 黎清宏 現在中華也辦一項作單位 如果分享到出版小王主的點點 第一話 也說到台積文運動 有什麼樣的變化 今年台灣出版小王主 台積辦引起未就討論 三出小王主台積辦的出版社 主編黎清宏 和富士生町的作家鄧靖南 他過天做和民眾分享 台積文運動的敵術和美大發展 過去大家自然說台積 不過了解台積沒問題 這時候政府民間開始推薦台積文 由出版品就能看出這幾年 指定的變化和接觸到 過去台積的出版品常常有人歡迎 看一看一看一看 台積文運動作家鄧靖南 要怎麼提供他們台積文的外套 有聲町就是一種方便 所以以前其實就有做台積文的有聲町這個傳統 在 除了有聲町 未來也希望透過很多創作專業 讓台積的表現形式有更多 不一樣的變化 記者有所謂劉富林 中華報道